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想跟各位在青春会上面见面 但是如果真的进入到三级的话 非常有可能会要延后 先跟各位报告这个 我现在心中的打算 因为毕竟三级的话 五人以上的室内聚会就不能举行了嘛 Hello Zoom 你好 大家好 每天会送一本 一到五每天会送一本 随时请大家call in 进来 再推一下我们的podcast 我们财经一路发的podcast 一评会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 就很快的把它放上去 所以大家可以在podcast上面 听到我们财经一路发 那也请大家上去可以 这个帮我们按个五个星 五颗星 然后这个小铃铛 可以连结上去就可以 这个有提醒您的功能 订阅的功能 十股要不要卖掉 我等一下会跟各位报告 报告我对于现在目前盘市的策略 跟卡巴西玩台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今天台股包括期货市场 创下多项记录 至少我现在目前看到的记录 第一个盘中下跌1418点 是创下了史上最大的盘中跌点 那收盘跌680点 是史上第二大的 这个收盘跌点的记录 同时今天加权值 成交总量7727亿 这个还不算盘后 是创下了天亮 换言之今天就是另外一个 这个天亮的长黑棒 昨天就是一个天亮长黑棒 今天再创了一个天亮长黑棒 连续两天的这个大跌 真的让这个投资市场里面 所有的这个朋友 大家都受伤惨重了 那这样的一个惨重的情况 到底我们现在该怎么应对 我今天为了提出四大策略给各位 就是说以现在目前这样的状况下 我们如何去应应未来可能的变化 我给各位四个建议 那等一下最后来跟各位谈 这四个建议 先来讲一下 我今天看到整个盘中的恐慌情况 因为今天从这个9点50分左右开始急杀 本来在10点之前 其实波动并不大 因为大盘在10点之前 曾经一度还几乎要拉回平盘 这个因为今天开盘只有开低68点 其实并不是一个大开低的状况 开低68点 开在这个16515点 之后呢 曾经在10点之前 回到过16552点 换言之当时 这个只有跌了30多点而已 31点 这个其实基本上并没有恐慌的气氛 反倒是9点50分开始 引动了整个暴杀的行情 从9点50分一直到11点 这个差不多72分钟的时间 跳动72秒 我们就心跳72下 这个刚好72分钟时间 您知道吗 大盘杀了900多点 就在这一个小时里面发生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发生呢 那当然在那段时间里面 其实美国盘并没有一个大跌 这个美国电子盘并没有一个大跌 引动波动的可能性 那当然直接归咎是疫情的关系了 因为在9点50分之后呢 各种本土疫情的消息不进而走 所以引爆了市场整个恐慌的气氛 导致了这个非理性的沙盘 那到什么样的一个非理性的情况呢 当时在这个盘式大跌了 11400点之际 加权指数集中交易产 曾经有423档股票是亮灯跌停 其中包括了国泰金 富邦金跟中钢啊 然后这个联发科差一档 520块钱他是跌停板 然后跌到521块 差一档跌停板台积电瞬间 这一个小时居然可以蒸发掉的 这个一兆的市值 因为台现打到了518块 不可思议的一个大跌的情况 当时一度跌了8%了 那上桂呢 总共有289家这个股票跌停板了 所以加起来是711家跌停了 那今天收盘呢 多少家跌停了 今天收盘上市是73家跌停 上桂是141家跌停 所以总共跌停的加速呢 是274家 跟今天盘中711家比起来 已经是这个贫富很多 所以蛮多这个好公司 你会发现蛮多股票 大家可以等会自己上网去观察 蛮多股票他本来是跌停板 到最后他是收平盘 或者说小跌做收的情况 这种股票蛮多的 这样的状况就代表说 当时11点那时候杀下去 是一个绝对非理性沙盘 被有心人接走筹码的一个状况 但是筹码能不能稳定 持续的推动股价上 那就另外一回事 因为后面的变数还很多 什么样的变数呢 第一个 最近美国盘的变数很大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跟台股最密切联动的 费人半毫低指数 从4月初以来 他就是走一个下降坡了 那现在目前整个费半指数 虽然说在美股周二 拉了一个红K棒上来 但他没有越过季线 他仍然是在这个季线之下 所以今天晚上的美国股市很关键 明天的台股的走势 因为美国股市科技股 纳扎克指数跟费半半毫低指数 是两大不稳定的因素 再加上美股周二 稻穷工业指数加入了跌市 因为稻穷跌了460几点 那是相对近期以来 稻穷比较大的跌点 也就说美国股市虽然说在美股周二 费半跟纳指开低走高 这个收小跌 但是费半却是相对比较强势 先前费半是一路创高 他出现了补跌 所以美国股市是一个后面台股的变数 另外还有什么变数呢 就是疫情了 疫情这个变数是没有人能掌握 也就是说现在目前疫情到底 又扩扩扩散到什么程度 然后呢 对金融市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没有人可以告诉你 我也没办法告诉各位 那当然我们可能要做相对 比较坏的打算是不是 就是说在金融市场里面 我常讲的 就是说你做比较坏的打算 你就会先有心理准备 跟你因应对策出来 那所以说我等一下跟各位报告的 四个策略呢 就是针对后面各种变数 可能会影响盘氏 所给各位的建议 就是说我自己心中 今天在收盘完之后呢 我也去思量考量一下 该做什么样的策略来应对 那这四个建议 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要降低你的持股部位了 如果各位手上的持股部位是高的 这个现金比重是低的 那我觉得现在迫于形势 没有办法 我们必须要降低持股的部位 比如说像我个人 现在已经持股部位降到只有五成了 就等于说是有五成现金了 那另外如果你手上是融资满满的话 那你更要注意 因为大家知道融资是2.5倍的杠杆 比如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40万的本金你是买100万的股票 假设说你的这个100万的股票跌10%的话 对你本金的伤害是25% 所以说10%要再去乘以这个2.5% 所以说跌两支跌停板 你本金就去掉一半了 你就说跌两支跌停板跌掉20% 相对20%呢 你就这个本金就去掉50%了 所以这个对本金的伤害非常大 所以如果各位手上是用融资操作的话 我建议各位要特别去注意 那今天晚上出来的这个资讯 各位应该可以看到融资出现非常大的减肥了 因为在昨天这个盘氏大跌的情况之下 融资单日上市的这个减肥的幅度 就达到了4.68% 这是非常罕见 一天减了126亿的融资余额 但融资减的够不够呢 平常性讲可能还不够 为什么 因为你会看到过去一年以来 从去年5月12号以来 融资以上市来讲 它的增幅是132% 百分之132相对大盘 从去年5月12号上升涨了多少呢 涨了6800点 它的涨幅是62% 也就是说融资的增幅是大盘的一辈子多 那你说现在开始引动杀融资的这样的压力 多杀多融资杀下去的压力 今天跟昨天的减肥够吗 恐怕可能还不够 所以说如果各位手上是融资操作的话 你特别要去注意你融资的杠杆风险 这是我要提醒大家的 这是第一个 降低持股部位拉高现金比重 第二个呢 你可能要放慢你操作的节奏 也就是说不急的在盘中啊 就是大强股票了 或者说呢冒进啊 这个呃 就是说在这边比较积极的操作 我觉得我们现在 把tempo放慢一点会比较好 我也告诉我自己 可能我们在操作上面 tempo稍微放慢一点 我们多看多看一看 再决定谋定而后动 那第三个呢 你可能做一些适度的避险 不过现在目前的避险成本都很高啊 我刚刚有跟这个奇卧分析师 我们连线在谈了这个避险 比如说买这个深度的put 深度价外的put 一万三千四百点的月权 下个礼拜三到期的合约 居然一点要三十块 这个是一个非常高成本的 因为离今天收盘的指数 还差了两千五百点 这么这么大的一个差距 两千五百点他居然要三十点 居然一口要一千五百块 这是一个非常高成本的 所以你说啊这样的避险 有没有值得去做 那见仁见智 这个我不敢讲说一定没有 没有价值去做 但是大家知道像选择权这种 买单边的put的话 他基本上他是会随时 这个到期没到那个价的话 他是会消失的 这个时间价值会消失的 第四个呢 我觉得我们在你可以去静观其变 去观察一些这个逆势 甚至对大盘相对抗跌 以及呢相对姿态高的族群 以做于后面你在进场操作的考量 跟选择了 那当然在疫情下面呢 还是希望大家呢 谨守自己的这个财富的这个财 财富的水位了 那相信如果能度过这段疫情的话 你的财富水位如果不太降下去的话 应该后面还是有机会再爬起来的 好那以上四点给各位建议了 好我们就明天再见拜拜